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与世长辞 全国沉浸在哀伤氛围 当地星期日为前总统举行告别仪式 数以千计的民众在荣军院外 冒雨排长龙 告别希拉克 爱丽社公也在这几天开放 让民众在留言簿上写下最后祭语 以表怀念 希拉克随后将安葬在巴黎 蒙帕纳斯公墓和逝去的女儿同学长眠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星期四病逝 享受86岁 搭载希拉克灵鹫的车队 星期日前往巴黎荣军院 圣路易大教堂进行告别仪式 灵鹫上覆盖着法国国旗 上方悬挂着希拉克在人群中 挥手微笑的大幅照片 像是和法国人民挥手告别 数以千计的民众在荣军院门外 冒雨等候好几个小时 有些人手持希拉克照片 有些人则是拿着支持希拉克的横幅 等待吊咽 和前总统做最后告别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告别是由女儿克洛德精心安排 希拉克遗孀 贝尔纳黛特并没有到场出席 希拉克的离去 让法国沉浸在哀伤的氛围 艾丽舍公从星期四晚上 直到星期六对外开放 让民众在悼念留言簿上 为前总统写下最后祭语 超过五千名民众前去留言 感谢希拉克对国家 对世界的贡献 回想起希拉克的处世风格 民众大战勇敢 果断 有耐心 从厉害得和平场赛 尔纳黛特广 尔纳黛特广 我想过去 不過希拉克在2011年 因為挪用公款罪程 背叛緩刑兩年 為政治生涯蒙上污點 也失去了部分法國人的信任 法國將在星期一盛大舉辦全國追悼日 當地時間早上七點 希拉克的領袖將離開榮軍院 前往巴黎盛旭爾比斯教堂 到時世界各國的名人政要都會出席 和希拉克做最後告別 出席者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 俄羅斯總統普京 和德國總統施泰因麥爾 嫌少出席公開場合的 93歲法國前總統德斯坦 也會到場送別 這名法國政治巨人 將安葬在巴黎蒙帕納斯公墓 和三年前離世的長女 勞倫斯同學而眠